台湾市立動物園在星期一的時候 發生了洪洪難道的逃脫事件 這段期間他是在園區遊蕩 遠方一度出動了四五十人圍捕 但是沒有成功 最後是在幼捕籠裡面放置了蘋果 餅乾 總算是請君入夢 讓他回到家 保育員緊急集結 而受醫師也趕緊準備 吹箭要用的麻醉針 周一逃脫的洪洪難道 出現在鏡頭前這短短兩秒鐘 讓園方掌握到他還在園內安樹林 周三下午四五十名保育員 與受醫出動翻山越嶺 拉起封鎖線進行圍捕 見眾人進逼 難道躲得更深 最後無功而返 我們每一隻動物其實都蠻聰明的 明得不行來暗的 園方決定在幼捕籠內 放置蘋果跟餅乾 再塗抹他熟悉的氣味 與放送紅喉叫聲 總算在周四一早 發現他成了龍中喉 難道在龍中有些焦躁不安 初步檢查健康良好 針對此次保育員 沒有確實關好門的漏洞 園方也要補起來 未來不排除有動物 脫逃可能的龍舍 要加裝小鳥扣有雙重保障 同樣的工作做久了 有時候就是一個慣性 你就覺得手一推 就覺得門有鑽起來 其實不一定有鑽起來 那這個部分是應該在 整個設計上就要去做到的 住在非洲動物區的南道 當天脫逃到隔壁的澳洲動物區 相隔一天又發現 他在貓欄站附近的隧道 最後在離他龍舍 約360米處的溫帶動物區外 又不到 所幸沒有跑出園外 但讓他脫逃的保育員 將受懲處 記者魔王新中台北報導